第十二大马计划涵扩多项土著优惠政策 其中包括股权安全网络架构 规定土著股权或公司只能卖给土著 不过质疑声浪不断 首相署部长拉多斯里·穆斯达法承诺 将会对外界解释政府的计划布局 解除外界对政策的各种疑虑 穆斯达法接受第三电视台财经节目访问时说明 截至二零一九年土著股权包括个人和机构 所拥有的股份只有百分之十七点二 过去这些年的土著股权一直停滞不前 其中原本包括土著收入低 技能水平也不高 因此政府有必要制定政策增加土著股权 虽然新经济政策出台超过半世纪 土著比例在经济领域并不达标 但是至少在教育领域有明显转型 所以他认为新经济政策是成功的 谢谢观看